你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 如果你比如说第三天你即将成功 但是你第二天晚上都倒下去的话 你可能也看不到 可对于年轻人来讲 我一个人认定还是要失足 如果认定不够的话 就是因为我们的警察都 我们以前都说过 就是说这个打警 快到出水的时候 你放弃了,再换一个地方 可是很多年轻人其实就有这个机制 这个可能我们看到的代道里头 也有一些相关的管理部门 或者说相关的专家在提醒 就是说确实有一些大学生 自主创入之后 他可能干了一段 他就半途而废了,放弃了 但这个放弃可能分两种 有一种是洪林老师刚才说的 快出水的时候 但这个可能需要你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可能 因为一种可能也有 你可能是真的走错路了 你得学会十当的放弃 不知道九条老师对刚才的这个故事有什么 可能对你曾经到创业的这个大学生 或者是没想到来说 除了你这个创业技能 或者是你创业行业要选好 而且现在有这么多国家的